一起搶先收看 二分之一搶網路獨播版 還有一些呢 就是在網路團購美食 沒有進排行榜 但是卻想推薦給別人的 疑豬之汗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來看一下VCR A little spicy but sweet like almost a teriyaki texture is good 有一點辣 然後那個甜度 就是應該是雞翅的甜度 在貝格這個豬肉味是非常的棒 I think the texture is quite nice little bit sticky little bit chewy it's not overly salty 豬肉的味道是非常的好吃 很美味 然後那個豬肉肝的口感很不錯 就是有一點嚼勁 然後也不會太硬 it's not too crazy easy to eat it's a bit salty and sweet it's a good snack 豬肉肝的味道是非常的好吃 然後那個辣度是剛剛好 If the point is the cheese I would probably make the cheese more prominent because I didn't really taste the cheese 如果我們的賣點是起司豬肉肝 它是完全感覺不到起司的口味 好吃耶 對 好吃 對啊 這個也是我推薦的 就是我第一次吃到這個的時候 我想到我之前在澳門演出的時候 澳門演出的時候 每一次台灣朋友去澳門的時候 一定會買澳門的肉肝 對啊 就是有一點甜甜的那一種 但是買回來的時候 它不是一包這樣子嗎 你打開你就是可能就要給它封起來 但是我覺得後來我經紀人幫我買這個 我覺得非常好 一塊一塊 對啊 它是一塊這樣子包起來 所以你把它一打開的時候 也不會農到手啊 那你去澳門的時候演唱 那你怎麼把沒喝完的酒帶回來 那時候 我沒有投交 在澳門客人都是免費送給我的 那我就是擠在吧檯那邊 這樣子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 那後來我就經紀人買這個給我 然後想說 因為最近不是在台灣 像我上個禮拜去澳門演出的時候 但是現在坐飛機的時候 也不能把肉帶回來 對 那我就跟我經紀說 很可惜我很想要買一包 他說沒關係 我介紹了一個 後來他也介紹這個 然後上面也有起司 哇 我覺得很好吃耶 很好吃的耶 之前沒有看過這個東西耶 但是如果這個沒有進榜 你會不會很失望 有一點 我覺得這個比上面幾個好吃 街坊沒進榜啦 但是網路投票 台灣的網路投票是第三名 第三名 不錯 對 成績還不錯耶 OK嗎 OK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愛吃起司 可是他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他那個起司一點點的香 然後再帶上那個豬肉乾 因為主要還是豬肉乾好吃 他吃不出那種起司 有些人怕起司的奶味 對 我也很怕 所以他剛剛吃小孩就問他說 有沒有起司味 對 我一開始一直吃錯 我吃不到起司 然後是你吃到最後最後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 會有一個香氣在提上來 對 所以我覺得還滿好 沒有宣兵奪主 對 沒錯 而且他肉乾很濕潤耶 吃起來不會乾乾的 對 而且他的保護度也剛剛好 對 對不起耶 我覺得不OK 你們有吃過新馬一代的肉乾嗎 有啊 台灣也有啊 對 你說台灣也有的那一家是不是 對 但還有更多好吃的 所以那些 我覺得那個才是好吃的肉乾 可是要非到新加坡太遠了 台灣可以買得到 可以嗎 也有談夠嗎 其實趙群 你要不要把你個人的地址啊 電話流電話 只是實話實說啊 實話實說啦 你把他寫在板子上面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實話實說 因為有的人的興趣是 閱讀看電影嘛 他的興趣是得罪人 但是我跟妳講了 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嘛 對不對 他可能習慣吃 吃習慣那種新馬地帶的 而且他剛剛說台灣的 台灣 我們玩的是台灣的嘛 他說不是還有很多家 那代表他說台灣那家不好吃 新加坡的比較好吃 和台灣的也好吃 來不及啦 來不及啦 但是新加坡來台灣開的那一家呢 那一家還不錯 那一家是因為名字已經被吃響了 但其實他不是在我們那邊最紅的 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對 那他是在你們那邊最不紅的嗎 中等 想先害我 想先害我 你會覺得 你知道什麼是純正性函嗎 知道齁 你也快看到了 其實我跟邵琴哥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的肉乾 真的是比韓國的好吃一百倍以上 你看 江勳都會看 那你吃過新加坡的嗎 真的很會做人 沒有 我只吃過台灣的 那你要吃新加坡的再說 好 之後有機會再說 哦 欺負你耶 我覺得因為台灣的肉乾 跟韓國的肉乾完全不一樣 台灣的肉乾就是很軟 因為韓國的肉乾是很硬 對 超硬 很有嚼勁 如果年紀大的人都 很像變成口香糖一樣 要含著 不能咬那種感覺 因為太硬了 你口香糖含著 不是含著這樣講嗎 就含著啊 這樣啊 你為什麼後面還有一個 就含著啊 反正是 一個是軟的 一個是硬的 所以我就覺得台灣 而且台灣的肉乾很香 漂亮喔 對 超好吃的 今天團購美食 江燻居然都覺得比韓國的好吃 對 這對我們來說就夠了 我覺得台灣的肉乾是很好吃的 但是對我巴西 從巴西來的 我不是一個東西 我會想要一直吃 一直吃 我覺得吃一口兩口 這樣子就夠了 對 然後就可以休息一下 那你剛剛說 你這個阿嬤煮雞爪給你 可以一整鍋吃完 是什麼意思 對啊 這不一樣嘛 不是要休息一下 可是東西不一樣啊 不是一樣東西 不能一直吃 而且你喝酒的時候 也沒看到你休息啊 那個不用休息嘛 喝酒的時候 雞皮給你 你一直吃一直喝 可以 下一位 我是第一次吃這種東西 我覺得蠻好吃 因為我以前沒吃過 因為我每次看就是 豬肝對不對 豬肉肝 豬肉肝我覺得有點害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敢吃 可是我這一次吃 我覺得蠻好吃 而且配起司 我覺得很特別 嗯 這應該回俄羅斯也 這個其實配那個 Vaga也很讚 是不是 對 對啊 因為你喝福特加的時候 你必須吃一個 味道比較重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 這可以耶 對 我也是通常就是 沒有什麼時候吃那種 肉乾類的東西 可是感覺這個吃起來 就還不錯 感覺好像也是可以配一些 可能啤酒啊 然後又其他的東西 像那個什麼雞皮啊 什麼都在旁邊 對 一個軟軟的QQ的 一個脆脆的那種感覺 應該還不錯 好下酒喔 對真的 那還有什麼味精榜的團購美食呢 質感 我喜歡那種感覺 我喜歡那種感覺 柔軟的東西 我喜歡那種柔軟的東西 柔軟的東西 他覺得那個口感就是 很有嚼勁 很柔軟 很脆 然後那個口味呢 他覺得還不錯 很不錯 是柔軟的嗎 對 吃起來的時候 還滿是可以解受的啦 然後那個口感就是很脆 味道 很強 很強 就是柔軟的味道 就是柔軟的味道 一杯子 太多柔軟的味道 大聲味是太重了 不是甜的 不是甜的 是柔軟的 那個口味就是 就是大蒜味 但也沒有感覺到 就是有其他的口味 有一陣子那種蒜片酥 很熱賣 現在這個已經進步到蒜頭酥 整顆的 這個很厲害 我跟你講 這個怎麼會沒勁幫呢 你真是外國人 真的 這些你煎個牛排 放一些這個蒜頭酥 在旁邊都好吃 對啊 這個是我推薦的 因為我感覺好像 上面那邊的那個採訪 就是有一些外國人 是沒有辦法接受 我當初來探望的時候也是 因為感覺好像在國外 沒有那麼常會用一大堆蒜頭去煮菜 可是在台灣好像炒菜啊之類的 很多東西都會夾那個蒜頭啊 所以後來就是 越來越習慣這種 台灣的那個蒜頭的味道 然後 之前工作的地方就是 在中午休息 就是有一個人把一包這個拿出來 然後吃一吃就感覺 欸 這好像是有那種 就是蒜頭的味道 可是 它是乾乾的 脆脆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害我 每次他們要團購這個東西 我一定要買 因為這個也是很 很好配酒 也不會很 那種 因為你吃那種還沒有住過的那種 蒜頭的話 它反而像多一樣 這樣子有點辣會嗆到 可是這個東西還是有那個 蒜頭的味道 可是 很好吃 真的啦 這個配牛排 你今天為什麼什麼都要扯到肚立 因為他今天看起來很可愛 今天有什麼話要跟我講嗎 燙蟹 原諒他啦 他都晒傷了 對 韓國人那麼愛吃蒜頭 這應該可以吧 我就覺得台灣人真的很聰明 把這個做出來真的是很聰明 你今天到底怎麼了 我說實話的 我就是 對啊 因為我覺得韓國人就很喜歡吃蒜頭嘛 什麼料理都要有蒜頭這個東西 但是把蒜頭做成這麼好吃的餅乾 我就真的很聰明 而且這個 吃起來就是 蒜頭味沒有到很重其實 就看起來是很像蒜頭嘛 但吃了之後就是 這樣味道也沒有很重 口臭也沒有 我就非常推薦這個東西 我吃完這個我很想要回去家裡 買一碗那個火雞肉飯 然後把這個切切放在上面 哇 超配的 你們想要吃一個香腸嗎 這個配香腸應該也是 對啊 剛剛那個水餃也可以 對 真的 那這個呢 雖然衛進榜 可是在我們的網路投票是第九名 第九名而已喔 對 大家沒有細細品味 而且這個 要吃這個可以的啦 可是不要帶你朋友一起來 你想聊什麼 不能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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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行了 那個味道好重耶 可以 超重的 現在身上 大家吃一下那個南瓜子 你現在吃掉 你的剛剛的大蒜味就沒有了 真的嗎 我嘴巴味道好重 這個可以直接吃嗎 這個可以直接吃 它連殼都可以吃 真的假的 它可以連殼吃 這就是我那時候找到一個 比較養生的南瓜 它是整顆的 然後我們通常都要剝殼 或是你會看到人家剝好的 那這個呢 是連殼都可以一起吃 這個好吃 我剛剛有誤 我很早的時候就誤食了 剛剛那個大蒜 蒜頭酥 那我們剛剛吃每一個東西 我都配了一個南瓜子 就好像會把上一個東西的味道 就洗掉 所以如果要吃蒜頭酥的時候 可以配南瓜子 好耶 很聰明喔 這個我真的很好 因為我是在台灣 就是在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是在一個朋友的家 我們就是跟他的父母吃飯 然後他有這個東西 是就配飲料 然後我就是吃下去 然後就感覺怪怪的 因為我一直在嚼 然後因為我沒有剝那個殼 可是這個是那種 就是不用剝殼 就可以直接吃下去 彈翔你覺得剛剛那個蒜頭酥爐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因為俄羅斯 我們也會愛吃蒜頭 可是我們吃就是 直接吃就是生的 或是吃煙鍋的 就像那個 叫什麼 糖心蒜嗎 就是它是在一個 就是玻璃的那種東西 然後就是鹽果的 然後拿起來就是直接吃 糖蒜喔 就是像那個 我知道你在講那個 對 就是一個 就是鹽果的東西 蓋子是紅色的 對 然後就是它跟小黃瓜 或者番茄一起放 就是一起鹽 可是這個我覺得好特別 因為一般來講 就是你吃這個 你就也要拿起來 就是它是在水裡面 可是這個就可以當作 就是chips吧 對 我覺得很特別 對 而且這個南瓜就是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因為有時候也有 可是我們就是要剝 剝殼 剝殼 很少看到這種可以直接這樣咬 我也都不太一樣 而且你上完去搜尋 那個什麼 南瓜汁的那個 陰陽成分是很豐富 對 超級 Danny 你覺得蒜頭酥如何 是不錯 但是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它味道太重 真的是太重 你會吃會吃得膩 對 然後我喜歡它的是垂垂 這垂垂的那個口感是不錯 但是我吃一顆我就會膩 那你吃的南瓜籽有比較有那個嗎 比較好一點 真的喔 對 所以這兩個應該尬在一起賣 對 應該是可以的 趙群如何 我跟它比較不一樣耶 我反而覺得那個蒜頭的味道 沒有那麼重 因為我是很怕吃蒜的味道 然後嘴巴會很臭 但是這個還好它比較淡 但是 他們說吃蒜是健康嘛 但是如果以這樣的形式吃是健康的嗎 炸過嗎 對 當然什麼東西還是天然最好 對啦 那你覺得那南瓜汁好吃嗎 好吃 就是鹹鹹的 那可以帶回去 這是什麼鹹的 鹹鹹的 這是什麼鹹 鹹鹹的 我個人超喜歡蒜的單品 之前那個蒜片我有買 可是我覺得這比蒜片更厲害耶 真的 因為它吃下去很扎實 然後有那個脆度 所以我覺得爽感很夠 然後南瓜子 我覺得這很適合 就是送給長輩 對 因為長輩有些牙口不好 不能咬啊 或是不能咳 它就可以直接吃下去 又養生 好東西 我個人對剛才那個蒜頭 我也是非常的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吃大蒜 可是它那個不會讓你嘴巴 有那個味道太過重 然後再加上剛才那個 他跟我說這個南瓜子 可以整個吃 可是你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吃一次 我還是會剝殼啦 我還是會剝殼 怎麼還是習慣剝殼 不是 因為我剛才有試著要整顆吃 可是我咬咬咬 還是把殼吐出來了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吐 就是會要剝殼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南瓜子也是 就是還滿能吃那個嘴巴的味道 但是它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酸頭的味 也沒有那麼的重 我覺得你們講的是對 如果你吃一整顆酸頭 你會覺得嘴巴好辣 但是這個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也不會嗆 對 那還有最後一個是什麼 味精棒的款過敏食呢 有一點甜啊 有一點辣 有一點辣 豆腐皮很辣 再吃那個皮 就是頭皮的樣子 然後就偏甜 然後加一點點辣的感覺 不太油膩 也不太硬 我喜歡那個辣的部分 腰起來好特別 也不會覺得太硬 也不會覺得太軟 就是很有嚼勁 比辣的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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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吃得更甜 他喜歡這個豆干的口感 他覺得很有嚼勁 很甜 很甜 咬起來好像個口香糖 可是有一點點辣 豆干太辣了 他沒有辦法解瘦 它就像普通的豆腐 但它只是有點甜 口感就是跟一般的豆干一樣 他覺得有一點點辣 他個人不會滑起去賣這個豆干 比我還沒想到 它很甜 它有點甜 他覺得有點太辣了 然後他其實本身不太喜歡豆腐 到時候他可能下次就不會再嘗試 有點辣 對啊 而且他剛剛是給一個小孩吃辣豆干 對啊 舞陽 其實我很喜歡吃豆干 所以我朋友介紹我這個 但我剛開始他給我是一包的時候 它在裡面的形狀看起來比較恐怖一點 因為很像雞皮那樣軟軟的 但是後來我吃的時候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因為它有點偏鹹 所以我通常都會配飯吃 這樣會比較好吃 豆干還配飯 這鹹鹹的感覺 因為它很鹹很下飯 是辣啦 比較辣口 對啊 我要推薦的是這個茶葉蛋 它現在是我心中第一名的茶葉蛋 雖然它叫茶葉蛋 但它是用中藥去熬煮的 茶葉蛋耶 但它是用中藥熬的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很好吃 而且它是用中藥熬煮三天以上 妳是不是四手投無路了 沒有 它的名字叫什麼什麼茶葉蛋這樣子 在台南新化 什麼什麼茶葉蛋 你們吃吃看 因為它的蛋非常的入味 而且你買到的時候 它上面都有很多中藥藥材 你是看得到藥材的 然後蛋黃也不會很乾 會很濕潤 這個要等超久耶 一兩個月 對 我每次訂都要等一兩個月 我昨天才拿到的 這個茶葉蛋 我現拿到的 可是感覺好像那個中藥味 沒有 不會過重 對 而且我 我之前就是把這個拿給我爸 他們吃 然後他就拿去公司 結果同事呢 每個人都要 然後我就訂了10盒 我覺得它有點太甜了 對啊 不喜歡偏甜 因為它是台南的 台南的口味都是比較偏甜 台南口味 比較南部的都會 我要講這個茶葉蛋 我覺得剛好配合那個 辣椒跟醬油醬 對 很好吃 因為它蓋過那個 茶葉蛋的味道 怎麼變甜 那豆干呢 那豆干我也沒有 我本身也沒有很愛吃豆干 但是我覺得 那個甜配那個辣度 就是剛好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都是只有甜的 你會覺得有不好吃 如果是就是只有辣 你會覺得不好吃 所以OK OK 張勳 我覺得 豆干真的很好吃 因為那個細細的 我比較喜歡那種軟軟的豆干 不喜歡硬硬的 而且有辣度 對 有辣度 剛剛很入味 還有這個茶葉蛋的話 很像韓國 韓國有這個 很像韓國有燒溫暖 就是賣的那個 黑色的跟它熬得差不多 可是沒那麼甜啊 沒有那麼甜 但是那個 口感啊什麼之類的都差不多 對 了解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影片 給這個方式